华林新政府端午物资发放的作业 17号是来到了寿风乡 乡长刘耀宗一早就到了寿风乡文化中心协助发放 而为了让这个发放的作业能够更快速进行 刘乡长也指示民政客人员 采随到随发的方式 便利乡亲来领取 也让寿风乡亲感到相当的贴心 也获得好评 宣政府端午物资发放作业 17号是来到了寿风乡 乡长刘耀宗以及妻子曾淑义 代表会主席郑美乡 以及县议员张怀文 徐雪玉 叶昆景等人 一早就到寿风乡文化中心协助发送 为了让发放作业更加快速进行 刘耀宗指示民政客人员 以采随到随发的方式便利乡亲领取 并且要主动协助行动不变长者 以及生长者领取搬运物资 让寿风乡亲感到相当贴心 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习生会县长 特别关怀我们贫困的家庭 来发放我们端午节的物资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是采随到随发的行动服务 提高我们服务的效能效率 然后最近我们也成立志工团 平常我们都是去查房 有需要给孤独老人 像这个残障不方便的乡民 我们都提供去关心去服务 感谢我们各村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村干事 还有我们的志工 都协助我们提高我们发放的效率 宣政府社会处副处长成家户表示 今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关系 原本的发放作业有稍作调整 不过目前因为疫情的趋缓 所以发放的方式比照以往 在当初疫情还在很紧绷的时候 就决定 那今年我们13个乡镇的端午节 发明的太阳方式 本来是决定要发放到各村里办公处 来请村长跟村里干事 帮忙来县政府转发端午节的物资 但是在协调的过程 有几位乡镇长考量 乡亲的一个生死的情况以后 认为说还是要维持原来的发放的形式 收封箱公所经验物资发送 除了公所同仁之外 志工团成员也主动协助 加快的发送效率 过得乡亲的好评 至于没有到现场领取的乡亲 则是可以在6月30号之前 到收封箱公所民政客来临去 记者刘明镇受封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